我教你们50块 再1688 落单 我有道连直男哥想穿的连衣裙 来咯 娃娃领连衣裙 小剑的将简铃和气质 融合得非常好的一条连衣裙 干净利落的黑底 加上白色小花花 重工四袖娃娃领 再加上简铃必备的小泡泡袖 既不会让人觉得很纯闷 也不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好幼稚哦 最绝的是妖部的这个设计 收妖加上小百折的设计 完全解决了这种衣服 它会带来的运点 所以还不是一个胸大腰线的小妖精 随便搭配一个小包包 大小鞋叫道 通通闪开 荒荒秀花朵连衣裙 月初的时候 我不是去看了时装周吗 今年会非常流行 肚骨花群 油画感的大坑花朵 背后和袖口都很心机的 做了蝴蝶蝶的绑败 就算手上有八大肉的姐妹 都可以根据你自己手的粗细去 控制袖口的大小 腰线设计比较高 视觉上面就是胸底下 全都是腿 跟我一样小个子 姐妹买短款就够了 太少女了 莫不是欧洲妆眼里面 走出来的公主吧 冰丝珍珠套装 我最爱的冰丝质地 穿上之后凉缩缩 就好像你出门的时候 背一台电红扇一样 双排珍珠扣 加上这个花色 还有袖口上的刺绣 乍一看就觉得 这个怎么要哪个款啊 但是上身之后 冰烟 嫌到你整个人非常的有气质 现在这一套从连身边听过的时候 她觉得 哎呀好像时间在变慢了 这人比这么的文艺有气质啊 有演员的姐妹 信我买回去之后 有些衣服穿上身边 一定会回来夸我的 最爱连衣型 本期最温柔的一套 搭上一件额簧色 仿线开衫 你就是电视上面 琴棋书画样样兵兽的 温婉女主 很舒服的雪纺面料 花色绝美 垂感也超宝 加上收腰的设计 做化的臀部跟大腿根部 就谁穿 谁是个蚂蚁哦 这套也很稀玩 就这样一口穿 应该很出天 飞袖连衣型 毫不夸张的说 穿上 立刻 减瘦 二十斤 飞袖的这个设计真的绝 视觉上面 我的肩膀直到这儿 我把这个袖子藏一下 你们就知道 它对比有多强烈 这边看起来 我的人就弱弱 这边加上把 锁索跟裹顶 最瘦的地方露出来 我准备的人看起来 真的很瘦 纽扣啊 走线 啥要做的都很棒 包括这个碎花的颜色 让我莫名的想起 初恋这些小说的这个电影 好感觉 大天天爱的感觉 本期最爱 最近必买姐妹们 最后告诉你们的秘密 我又挖到了很多童园店铺 想看评论里 扣冰 等我